第一次他不敢這樣弄 我就說 就是盤子找到對的尺寸 碰著鍋子過來 他這樣 說起直播賣煎餃 笑到不行 藝人鍾馨儀和電視製作人 孫樂欣自創電商平台 不僅賣嚴選好物 也跨足食品 從牛肉麵調理包 辣椒醬 賣到夫妻都愛吃的煎餃 開戰首日創下200萬業績 其實那一碗湯的那個由來 是會讓我掉眼淚的 因為我一直在做 我在試那一個 我媽媽給我的那個味道 我一直都做不出來 後來我們開戰的第一天 我們就有200萬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 我真的感恩謝謝大家 花了一年時間 找尋媽媽的味道 夫妻創業電商平台 第一年業績目標5000萬 第二年要破譯 從保養品 服裝 化界到食品 商品多元不設限 事實上不少藝人也都紛紛走向 個人品牌的電商 像是淘金銀 玄屋電商先賣花生糖 再賣口罩 女星隨堂也創立平台 賣冰淇淋 時尚滅火器 甚至也賣吹風機 一台將近上萬半小時秒殺 透過親自的示範使用 給粉絲親自目睹 真實性能能大大的增加 我們產品的銷售成績 市銀的銷售平台 是在自己粉絲的基礎上面 結合了IG YouTuber 開立社群頻道 好處是主導性高 不過訂貨 銷售 發貨 都要自己處理 雜物是特別多 藝人不再只是代言 賣拌麵或創餐飲品牌 自創電商平台 網絡各式各樣商品 比拼帶貨例外 更衝出業績 三立新聞林書寫 莫想真 台北 台北